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大量网络节点和连接这些网络节点的链路互联在一起 彼此交换信息和分享资源 英特网基础这个单元由四节课组成 分别是第一课英特网简介与TCP IP协议 第二课英特网的地址和域名 第三课英特网的接入方式 以及第四课英特网应用 好 那就让我们开始第一课英特网简介与TCP IP协议的学习吧 前一段时间 小达和小雅完成了电子书三国演义独厚感的校对 在校对的过程中 他们通过网络完成了电子书的传输 小达还将电子书发送至了班级邮箱 其他同学们还下载观看了 同学们完成电子书的传输 发送至班级邮箱 接收并下载电子书 其实都离不开英特网 老师 我记得 在上一单元中 孙老师也提到过英特网 老师 英特网是个怎样的网络 我与小雅在英特网中互传电子书 我们是怎样找到对方的计算机呢 老师 孙老师还讲过 英特网的核心协议是TCP IP 那TCP IP协议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的电脑又是如何接入英特网的呢 大家都非常善于思考 发现问题 这些问题我们都将在本单元中 一一找到答案 接下去我们就进入英特网的世界吧 今天我们先来学习第一课 英特网简介与TCP IP协议 本节课中我们将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 什么是英特网 第二 什么是TCP IP协议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 以及网络规模的不断扩大 全世界的各个网络逐渐连接在了一起 这些网络可以是我们各自的家庭网络 学校网络 企事业网络等等 通过路由器等连接设备彼此相连 同样 不同城市 不同国家的网络也通过这种形式连接在了一起 形成了目前的英特网 老师 我明白了 英特网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网络 没错 英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 老师 从网络的三要素来看 英特网的连接对象应该是所有各类终端 如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手机等 通信线路与连接设备应该是光纤 同轴电缆 双脚线和电磁波 以及极限器 交换机和路由器等 那网络协议是不是就是TCPIP协议呢 是的 从网络技术的角度来看 英特网是一个用TCPIP协议 把各个网络连接起来的超级数据通信网 同时 英特网还是一个庞大的资源信息网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 以下有关英特网的表述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 老师 我认为第一种表述 所有的网络都必须接入英特网 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自行搭建了一个 用于网络实验的局域网 就可以不接入英特网了 老师 我认为第二种表述 广域网就是英特网 也是错误的 因为广域网是按网络的覆盖范围来划分 而英特网是全球性的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 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定义的 老师 我认为第三种表述 英特网是连接全世界 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网络的集合 是正确的 英特网是通过路由器等连接设备 将全世界的各个网络连接起来了 而这些网络中又连接了 成千上万台的计算机 大家都回答得很好 分析得也很到位 老师 既然英特网是连接全世界 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网络的集合 那世界上最早的计算机网络 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好的 小达 老师来回答你的问题 1969年 人们开始尝试将四所大学的四台计算机 相互连接起来 使这些计算机能够相互传输数据 全世界的第一个网络 Apple网由此诞生了 英特网就是在Apple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伴随着上世纪70年代末 TCP IP协议的试验成功 英特网迎来了快速的发展 各种网络应用成果不断涌现 1989年 万维网技术正式诞生 极大的降低了在网络上获取信息的技术门槛 此后 英特网开始真正走入千家万户 1994年 面向大众的搜索引擎应用 为人们在英特网上搜索信息 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老师 我和小雅教队 三国演绎独后感十户传文件 发送至班级邮箱 这些也是英特网应用吧 是的 这些都是在TCP IP协议的支持下 英特网提供给我们的应用 老师 我觉得TCP IP协议助推了英特网中 各种应用服务的兴起 使得人们的生活越来越离不开英特网 现在我很想知道 英特网中最核心的两个协议 TCP和IP到底是什么呢 好的 下面我们就来回答小雅的问题 什么是TCP IP协议 TCP IP协议代表的是一个协议组 其中包含多个协议 如TCP协议 IP协议 HTTP协议 SMTP协议 和POP3协议等等 老师 我知道 HTTP是超文本传输协议 我们平时浏览网页就是用到这个协议 老师 我知道 SMTP和POP3是实现电子邮件的两个协议 SMTP是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负责发送电子邮件 POP3是邮局协议第三版 负责接收电子邮件 老师 我知道 TCP协议名为传输控制协议 IP协议名为网际协议 它们是英特网中最核心的两个协议 但我很想知道 究竟TCP协议和IP协议 是如何完成英特网中数据通信的呢 看来小达已经迫不及待了 接下去我们就来揭秘 TCP协议和IP协议是如何工作的 老师 想先请问同学们 你们最近在网络上购买过东西吗 老师 升入高中后 我在网络上购买过一些书 我在一个订单中购买了五本 商家分了两个包裹 包裹一和包裹二 分别经中转站发送 我收到这两个包裹 打开核对无误后 在手机上点击确认收获按钮 购物网站的系统中 就会显示已收获 非常感谢小雅分享她的网络购物经历 其实 英特网中数据通信的过程 与网购快递的过程有相似之处 比如 在校对电子书三国演义读后感时 小达需传输一张图片给小雅 作为发送方 小达电脑中的TCP协议 会将这张图片分成多个分组 并且给每个分组添加一个序号 序号的作用就是保证接收方数据重组时的顺序 这里老师将以图片分成四组为例 我们先来观察一个分组的传输过程 在传输的过程中 这一个分组其实有多条传输路径 具体选择哪条路径 将由IP协议来决定 IP协议会根据网络延迟等因素 为分组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 经过多个路由器的转发 传输至接收方 接收方收到此分组后 小雅电脑中的TCP协议 会检查此分组的数据是否完整无误 若完整无误 则接收方会返回给发送方一个确认信息 发送方收到此分组的确认信息后 表明此分组的数据通信完成 观察了一个分组的传输过程 接下去请同学们仔细观察 四个分组的传输过程 老师会在中间提问哦 四个分组的传输过程 我们先暂停一下 下面请小月同学来说一说 现在有哪些分组完成了 从发送方到接收方的传输 一共三个分组完成传输 分别是分组一 分组二和分组四 那分组三呢 分组三由于线路故障 停在某个路由器 小月观察得很仔细 某分组在传输的过程中 出现了设备或者线路的故障 此分组将被丢弃 根据之前一个分组的传输过程 接下去接收方将进行什么操作呢 接收方的TCP协议 应该检查分组一 分组二 分组四的数据是否有误 没有的话 将返回发送方三个分组的确认信息 小达回答得非常准确 发送方收到分组一 分组二和分组四的确认信息 分组三因故障而被丢弃 假如同学们 你们是网络传输规则的设计者 为完成此次数据的通信 你们会如何设计之后的传输规则呢 老师 我来试试吧 我觉得发送方应该再发一次分组三 发送方的IP协议 会选择此时的一条最佳路径进行传输 待接收方收到分组三并检查无误后 再返回分组三的确认信息 小达的设计非常棒 的确在真实的传输过程中 发送方在一定的时间内 没有收到接收方返回的确认信息 就会认为此分组丢失了 将再次重发该分组 待接收方收集四个分组后 接收方的TCP协议将重组这四个分组 还原成原始数据 英特网中的数据通信就是这样遵循TCP IP协议的 作为英特网中数据通信的核心协议TCP IP 是在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 回顾之前的分析过程 IP协议的职责是为每个分组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 但出现故障时分组将会被丢弃 所以IP协议提供的是一种不可靠的传输方式 被称为无连接的协议 在传输的过程中 对数据进行了分组、重组、确认等操作 这些都是由TCP协议负责的 因此TCP协议提供了一种可靠 无差错的数据传输方式 被称为面向连接的协议 下面我们来尝试梳理一下 TCP IP协议的工作过程 将左侧的具体步骤填入图中 由TCP协议提供的是一种可靠的处理 老师我先来试试吧 第一步应该是分组 最后一步我知道肯定是重组 老师,我认为零形框应该是校验,因为数据分组的传输有可能正确,也有可能有误 还剩下两个步骤,同学们再好好想一想 老师,我知道了,从上往下第三步应该是选择最佳路径,之后第四步应该是传输 大家回答得都很棒,有了TCP协议和IP协议的默契配合,英特网上的数据才能得以准确的传输 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以下有关TCP IP协议的表述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老师,我先来 第一种表述,TCP协议是英特网的核心协议之一,是正确的 英特网有两个核心协议,一个是IP协议,另一个是TCP协议 老师,第二种表述,TCP协议可以寻找最佳的路径传输数据分组,是错误的 因为选择最佳的路径传输数据,是英特网的另一核心协议,IP协议的职责 老师,第三种表述,将分组的数据按编号重新组合成原始数据是IP的作用之一 以及第四种表述,IP协议提供的一种可靠的,无差错的数据传输都是错误的 重组数据是TCP协议的职责,而IP协议的职责是选择最佳的传输路径 并且IP是不可靠的数据传输 同学们都回答正确,分析的也很到位 老师,在日常的使用计算机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安装过TCPIP协议 但我仍然可以上网,那说明我的计算机中已有TCPIP协议了 那TCPIP协议是如何安装的呢?在电脑中如何查看呢? 好的小雅,的确,我们几乎没有人单独安装过TCPIP协议 原因是TCPIP协议一般都是随着操作系统一起安装的 当你成功安装操作系统并能够上网了 就说明你的计算机中TCPIP协议安装好了 下面,老师来演示操作一下如何查看计算机中已安装的TCPIP协议 首先,找到桌面上的网络图标 在右键菜单中选择属性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访问类型,Internet 这就表明计算机当前已连接上英特网 可以访问英特网中的资源了 点击访问类型下面的本地连接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属性 就可以查看到在本计算机中已经安装了TCPIP协议 当我们把前面方框中的勾去掉 并点击确定和关闭按钮后 同学们,观察一下有什么变化吗? 老师,我发现了 原来的访问类型是Internet 现在变成了无法连接到Internet 这样计算机是不是就与英特网断开连接了? 是的,小达 这台计算机就与英特网断开连接了 也就无法访问英特网中的资源了 因此,连接上英特网的计算机 必须安装并启用TCPIP协议 有关英特网与TCPIP协议的内容 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 下面我们简要地做一个小节 英特网是一个全球性的计算机数据通信网络 英特网是最大的广域网 从网络的形成来看 英特网是将连接成千上万台计算机的网络 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还知道TCPIP协议的诞生 助推了英特网的快速发展 其次,我们学习了什么是TCPIP协议 以及TCPIP协议是如何工作的 TCP被称为传输控制协议 IP被称为网络协议 它们是英特网中最核心的两个协议 最后,老师留有一个问题 供大家课后交流讨论 进入21世纪以来 英特网的发展日新月异 诞生了许多新的应用 请同学们查阅资料 列举你所知道的英特网应用实例 谈一谈这些应用对我们生活方式 以及英特网发展的影响 同学们,英特网已从单纯的工具 发展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必需品 有了TCP协议和IP协议的末期配合 英特网上的数据才能得以准确地传输 今天我们只是对英特网的基本概念和发展 以及TCPIP协议做了简单的了解 希望大家课后认真完成思考与讨论的内容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